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若不是逆风翻盘,杨子,谁还记得你? 娱乐圈渣子遍地,简直烂透了 前段时间的吴某凡和邓伦事件足以管中亏爆 但也不乏好明星,小编喜欢的女明星里,杨子算一个 近几年最惨女星,杨子也算一个 接连几次因合作的艺人受牵连 IP大剧不是一拖再拖,延期上映,就是删减进播 也许是福获相依,匹吉泰来,今年杨子的好运就来了 近期,杨子,肖战的偶像甜剧余生,请多指教一上映就爆了,热度居高不下 3月15日的首日播放量达到5.25亿 创下14天23亿播放量神话,霸占了多个平台的热度榜,话题榜 除了取得不错的网播量和收视率成绩,此句口碑也很能打,很多网友都在夸杨子演技好 就连人民网也给予了肯定,认为余生,请多指教不只有颜值 杨子不是天生演员命,也经过一段坎坷的演艺录 不少人是看着杨子的戏长大的,05年加油儿女的爆火,把饰演下雪的杨子一举推上国民闺女的宝座,但第三部加油儿女开拍,杨子爸妈以备战中考为由背着她死瘾了,杨子虽理解但还是忍不住躲在被窝里嚎啕大哭 没想到这一别演艺圈就是好几年,高中的杨子脸上长痘,体型发福,颜值直线下降 这状况简直像屋里开眉扑倒霉到家了,没有导演敢用它,连宋丹丹都说别当演员了,你长得不够漂亮 这样无戏可拍的境遇,也让杨子患上了轻度抑郁症 别的童星都有观众等着他们长大的待遇,杨子却在长大的过程中屡次被嫌弃被劝退 直到杨子2010年考入了北影,他又坚定了当演员的梦想 2011年,19岁的杨子得到了演战长沙的机会,在剧中把战地医院护士胡香香,从少女到女人再到母亲,最后全家都死得悲伤演绎的淋漓尽致 2014年播出时,此剧豆瓣评分9.1分 16年主演的《欢乐颂》播出,杨子演的《爱哭包丘盈盈》给大众留下深刻印象,演技也获得了认可 更凭借《欢乐颂》提名了预兰奖《最佳女配角奖》 随后杨子可谓是一路开挂,香蜜沉沉尽如《双亲爱的、热爱的》,步步爆款 也让杨子成为最具商业价值的女明星之一,顺利击身一线女星阵列 这不就是纯纯地靠演技打出翻身杖的好演员吗? 这样优秀的女演员难道不能成为榜样吗? 平凡家庭出身却能逆天改命,坚持做演员的梦想,在满是嘲讽的声音中走出自己的道路 单看杨子爱梦想的样子,我觉得她是闪着光的 比杨子运气还差一点的是赵丽颖,长达八年的跑龙套岁月,才让人们记住演技与美貌并存的银宝,这证印证了一句话,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走一步都算数 杨子和赵丽颖都算励志女星了,用自身精力告诉大家,平凡人也是能逆袭翻盘的,有梦想就去追寻,莫等闲,空悲怯 02.杨子演什么都像秋莹莹?现代装造型确实形似,看很多人说杨子演啥都像秋莹莹,那种杂杂呼呼,可爱类型,哭戏比较有共情能力 战长沙抗日版秋莹莹?香蜜沉沉浸如霜,仙霞版秋莹莹?亲爱的热爱的校园版秋莹?女心理师职场版秋莹莹?余生请多指教医疗版秋莹? 这个有点夸张,只能说杨子这个类型演得比较好,让观众更加记住这些情绪,或者高光片段,看多了觉得重复 但是近几年,杨子演的现代剧,确实都是短发奇刘海,造型妆容也没有特别大的区分度,光看剧照的话,感受不到人物性格,观众能轻松分出这些角色吗? 不知道为啥,明明杨子长发也挺好看,好像现在除了古装,很少看见杨子的现代长发造型 这样校园美女,不香吗? 还有,杨子的民国装扮也挺好看的,当初在《灵魂百度》里,做单元剧情的女主角,合作马可,那时很惊艳,民国造型很适应杨子的 希望优秀的小伙伴们能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给小编一个改进不足的机会 03.杨杨新作推去光鲜亮丽,首播收视率一般,女艺里一同美女二出彩 杨杨时隔三年终于有上星剧播出,对她来说是一种事业方面的进步 现在看电视的以中老年观众居多,通过上星剧可以扩大国民度,为日后的转型做基础 这部剧是军旅题材,名字叫《特战荣耀》,由杨杨与李一同联合主演 目前已经首播完毕,观众反响还不错 《特战荣耀》首播收视率一般,杨杨与之前的荧幕形象反差明显 该剧在东方卫视与浙江卫视联合播出,为给剧开一个好头 电视台学习湖南卫视的一贯做法选择套播,即,先播出《特战荣耀》第一集,再播出新居的大结局 正常情况下这么做可以提高首播的收视率,当然观众期待的是前一部的大结局,顺便看看新剧的第一集 电视台借此用来吸引观众,提前争夺观众群体 此举的效果实话实说一般般,在套播的情况下,库云的平均收视率为0.5%多,而新居大结局收视率为0.7%多 低出0.2%多的收视率,说明特战荣耀的首播引流效果不佳,与上一部的观众群体不一样,粘合度不高 当然首播收视率一般,并不代表日后会持续一般,只要剧情不拉胯,不注水,不挂羊头卖狗肉,后面收视率芝麻开花节节高不成问题 其次新剧首播都是铺垫剧情居多,观众不感兴趣可以理解,后续高燃才是关键 再加上男主角杨阳的影响力,可以助推剧集的热度提升 说到男主角杨阳,之前在荧幕里的大热形象都是那种完美无瑕,有些偶像包袱的角色 例如微微一笑很清澄里的肖奈,是白白净净的高冷帅哥,在舞动乾坤里是活泼好动的古装美男,在你是我的荣耀里是高大帅气的航天园鱼图等等 转眼到这部剧,杨阳已经甩去拍戏的偶像包袱,变得接地气起来 脸部没有涂脂抹粉,流起硬朗的寸头,皮肤也变得有黑 这样的杨阳看着男人味十足,当然最重要的是天和自己所饰演的军人角色艳破月 观众看着惠戴入感十足,忘记杨阳光鲜亮丽的一面,认为她就是艳破月 杨阳之前就在军艺就读,身上本来就有军人气质,身姿挺拔就是她的直接表现 再加上上述的形象加持,杨阳的军人表现力真的可圈可点 这种荧幕形象的反差,证明杨阳正在自我蜕变 已经达到儿力之年,应该对自己有所突破 因为光鲜亮丽只是一段时间,想要在演员的道路上大放异彩 需要实实在在的业务能力,还要有豁得出去的精神 女主角李依同仁设不出彩,比不上女二号的英姿飒爽 宇洋洋搭档的女演员是李依同,素有体寒女演员之称 顾名思义就是戏眉少眼就是红不起来 这次在《特战荣耀》里饰隐爱千雪,是某边防团中最年轻的电子信息通讯工程师 心智单纯,外柔内刚,善良包容的人 从首播看,这个角色对李依同的加持不大 属于军旅剧中的白月光,主要作用是散发部队女兵的真善美 没有特别燃,特别英姿飒爽的一面 换句话说,角色有点像温开水,提不起观众的兴趣 但是是女一号,所以戏份很多,尤其与男主角洋洋之间,起到调和剧情的作用 正所谓戏份不够爱情来凑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军旅剧没有女演员也不科学,要达到阴阳平衡 女主角李依同的设定不出彩,女二号的设定倒是很高能,是由蒋陆霞饰演的郭笑笑 是一名拥有高超技能的狙击手,更是一名金国不让须眉的强兵 进入军营后就试验破月位最大的对手 这个角色最大的特色是英姿萨爽,符合军旅剧热血的风格 有很多高然的戏份,也有很多的动作戏 而且军旅剧里女演员展现英姿萨爽往往会赢得观众的好感 正所谓谁说女子不如男,看惯了男性展现阳刚的一面 对女性的阳刚会充满新鲜感 这样一来,李依同文文弱弱的一面就稍微逊色一些 蒋陆霞的英姿萨爽显着格外的吸睛,尤其在男性观众群里当中 可以说,李依同这次选错角色,人设与军旅剧的高然属性不太相符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